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Ms.Emma 今天来到我们情绪管理的第二集 如果错过了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去我们的Facebook page去看 因为那里讲了一个比较基础的技巧训练 包括教导你的生意 如何在自己爆发情绪的时候能够尽快冷静下来 如何透过观察自己情绪的变化 而从而在未爆发情绪的时候能够帮助自己平复自己的情绪 今天我们这条影片就是讲述 为什么可以令小朋友不要那么容易引发情绪 甚至提升他们的接受能力 让他们可以经常保持冷静 减少一些生活小事去触动他们的情况 如果这条影片帮到你的话,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的Facebook page每星期都会介绍很多关于ABA的训练资讯 如何去改善自闭症,抱起小朋友龙龙种族的问题 甚至乎有很多自闭症的资讯 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要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事不宜止,我们立即讲下第二集 如何去改善生意的情绪管理 能够训练生意,可以经常保持冷静 必须不会有那么多生活上的小事都会触动他们的情绪 令他们的情绪大爆发 我们有四个训练的步骤 好好地利用我们这四个训练的步骤 相信能够改善你的小朋友容易发脾气 容易生气的情绪问题 将来变成一个经常保持冷静的好学生 第二步就预告了 当你可能想着有一个时间点 去和小朋友保持冷静 当然你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诱因 要他保持冷静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很清楚告诉他 现在接下来我们在练习什么 他们的行为要求是什么 他们将会面对什么事情 不过他们要保持冷静 所以做法的例如 就是说那个小朋友 如果听到别人说他来说不对 或者要重新再做过的时候 他都会发脾气 可能会哭 大叫 甚至有些小朋友 会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 所以如果这样跟他说的话 就会跟他说了 一会儿我们要练习冷静 什么是冷静 我要安静 手放在桌上 然后我就会跟你说了 你会有些事情做错了 不过我要记得 你是要保持冷静 就是安静嘴巴 还有手要放在桌上 我们将行为的要求 很清晰地告诉他 究竟他实质要怎样表现 当你很简单 和你的小朋友说你要冷静 可能他不明白 冷静的行为要求是什么 我怎样才为之冷静呢 所以当我跟他说了行为要求的时候 我是很具体地说出 我希望他会做到什么 例如他会哭 他会大叫 我就会说 嘴巴可能要合上 或者是要安静 如果一只手 可能是会打人的 甚至是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 我就要他的手 放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 让他控制自己的手 不要乱打的这个情况 另外一种预告的情况 就是我会告诉他 接拍楼会发生什么事 让他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例如这个小朋友 他在别人说他的时候 他会表现得很激动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一会我会说你 跟你说你做得不好 不过我想你练习 冷静 即是安静 或者是手要放好这个情况 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知道接下来 他要面对什么的事情 以及他的行为表现 究竟是要什么 有时候 你只是说你的行为要求 并不足够 令他记得 稍后他自己的行为 要怎样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运用视觉的提示 你可以印一张卡 是那个人是安静的手势 提醒他稍后 他的行为上 他需要保持冷静 也在你 给了一个引诱 例如你说他的时候 可以立刻拿出那张图示 去提醒他现在这一刻 他需要保持安静 第二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当赞赏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这张图卡 让他知道 刚才为什么自己的行为表现得非常理想 因为你又做到以上这个图示所说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只用口头和他解释 并不够奏效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视觉的提醒 去帮助你的小朋友 三步 阶段性的练习 当然 去引发星宜的行为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事例 其实事例当中也有得分严重性 例如你的小朋友不喜欢被人说 可能你轻轻说一句 哎呀 可能是最少严重性的 认他引发他情绪的一件事 versus你很大声说他 你这样做得很不对 是当日表 最容易引发他 这个发脾气的情绪 所以我们会先由他最容易接受的 一个训练阶段开始 例如轻轻说他 甚至乎只不过是有一个面 放在那边看着他 这样的情况 让他慢慢都能够在轻微的情况下 都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甚至乎他接受了这个小洩 到慢慢再有系统这样 去增强那个难度 例如开始说他 不对 再严厉一些 哦哦 不对 你看看做得很差 甚至乎会有一些的结果 在你的feedback上 你要重新再做过 你做得很不对 的情况 慢慢由他最容易接受的阶段开始 到一个最严重性的情况 而他是需要练习 刚才说的预告的那些行为 他都要做到 这个训练步骤 家长千万不要忽略 就是当你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有这个有因发生了 而你的小朋友 尝试去接受他 没有引发他的大情绪 记得在那个时刻 要及早立刻去赞赏他 例如 你没有想过那一刻去训练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遇到一些微小的feedback 例如说 可能公公婆婆 轻轻说了他一个 哎呀不行的 的情况 而你的小朋友 又在那一刻去保持冷静的话 先应该立刻去赞赏他 我很喜欢 因为有人说你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冷静 这样做得非常之好 要在那个自然环境发生的情况下 他能够保持自己应该要有的训练行为 而当刻他做到应该即时性地奖励 可能是口头的奖励 甚至可以立刻给一些奖赏他 让他加强他的动力 在日常生活之中 都能够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跟着我们刚才说的那四步 就会很有系统去练习你的小朋友 不要这么容易发脾气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保持成为一个冷静的小朋友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